我們接下來來看看小熊跟教室隊的比賽 這場比賽有什麼重要的 今天在教室隊的主場Payko Park 今天剛好是Payko Park啟用的20週年紀念慶 所以達比修在賽前 當然千科名來紀念留念 今天達比修面對林木城也恩的小熊隊 其實投得並不理想 在二局上半兩出局形成滿壘的危機 被Ian Hub一棒掃到了右外野 蠻壘安達 這盾案要丟分了丟2分 接下來林木城也又獲得了4塊球寶宗 今天領木面對達比修是1-1 有二壘安達還有寶宗又搞成了蠻壘 下一棒的Bellinger再掃出一支穿越一壘防區 的安達又丟2分了 在這一局小熊隊來了一個4分的大局 這一局達比修總共投了42球 最後好不容易三陣掉的Morrell 結束這個無窮無盡的折磨 第三局達比修繼續投下去 先三陣掉Swarzen 接下來呢再抓到了在雷暴之間亂跑的Horner 但是今天只投了三局就下班了 三局4K被打四支安打 丟掉4分 這他大聯盟生涯281場先發以來 第10次而已 投三局就下班了 六局是教室隊的反攻 從原本0比8追成了2比8136人 金合成40的安打打到了右半邊 而且還從Togman的手套底下穿過去 這變成一支三的安打了 連得2分 這個時候差距變成只剩下一半了 這個半局其實教室隊製造了一個7分的大局 7比8在8局下班輪到Tatis 今年要穿50種不同的一個紀念球鞋 果然這個球鞋有用啊 今天穿的是Tony Gwynn的紀念版教室先生神功附體 Tatis 打出了超前比數的2分砲 最後當然要自拍一下 教室隊完成了不可思議的大逆轉 從0比8最後居然是9比8獲勝